Mr.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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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怎么说 才能让你的心灵 开出朵花 哦 花 怎么开 才能让平凡幻化 美丽神话 贴着浪漫的计划 终究被现实打垮 才发现看得太清楚 比糊足还可怕 在这个花花时 谁寻找真话 爱不如爬去海 别看看浪花 只想你继续把我 当成山光 证明我有多伟大 在这个花花时 只耳鱼火炸 爱不如花波拉 再学生拉花 就替你继续把我 当成山光 反正可以自由 全放 我相信这个世界 有着奇怪的魔法 我爱谁谁爱我 不用再用力找解答 Mr. Flower Mr. Flower Mr. Flower 在这个花花时 接耳于我家 爱不如啪啪拉 最学生拉花 我可以继续做 单纯的傻瓜 要真心出发 待会落在我家 大天 这几件都不错 你快去试一试吧 你们女人就是麻烦 你看 随便穿一个衬箱 一个牛仔裤不就行了 还要搭配 真的是浪费时间 浪费钱 高公子对秘书的要求很高的 你还要学会化妆 学会穿高跟鞋 逼杀了我吧 是你说你有计划 你要我利用黑纱的职位 帮你做假CV进公司 可是你现在又不愿意配合 如果高公子把你炒掉 怎么办 犯死人了 那你还要不要去KYF上班 我追 为了40% 我忍 给我 给我 OK 刚好 没事 好痛 这个 就是 走 走 谢谢 谢谢 准备好了吗 你不要啰嗦了 你 你没事吧 这两根尖尖的东西难不倒我的 我的鞋子很痛 小心 小心走光 没有走光 麻烦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用力一点 卡住 对不起 用力一点 好 一 二 三 谢谢 谢谢你 我之前看过照片 挑了两个很漂亮的 一个叫Rose 又一个叫Lily 不知道来的会是哪一朵花 是那个带刺的玫瑰花 还是那纯洁的百合花 高公子眼光独特 看到的 选到的 肯定都是冒霉如花的 进来 高公子 你的新秘书到 你不应该不能够 你不想去哪一朵花 小公子眼光速地 你不想去哪一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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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想去哪一朵花 就是她打了我一拳 你不要命 连我们高公子你都敢打 那是一场误会 不算打 最多是轻轻摸了她的脸 周小曼 我的Rose和Lily呢 Rose有更好的提供 Lily她忽然有这个盒子 所以她不能来 我临时真的找不到人 所以就找了我的表姐来应征 我连她的资料都没看过 你竟然假公济私 让你表姐来当我的秘书 Sindy突然要去生孩子 我临时真的找不到人 不过你放心 我表姐当了几年的秘书 她绝对可以胜任的 难道你不知道我对秘书的要求很高的吗 她需要陪我出去见客户 谈生意 应酬 你以为只要是女人就可以当的吗 高公子 我知道我们之前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不过你大人有大量 应该不会跟我斤斤计较吧 你这个人 你的 你身材怎么好 这么健康 我怎么可能伤到你 小曼常常说你这个人很大方的 你应该不会跟我计较 你真正确实在乱与我 实际上 你真正确实在乱与我 那一拳算得了什么 我高公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不好意思 没事 人家说 跟对老板就有门路 跟错老板就跑路 我们这些员工果然没有跟错人 高公子 反正你缺秘书 你就给我一个机会了 看在你口才还不错的份上 对我做生意可能有点帮助 就你试一试 如果你表现不好 我就要你揍人 来 恭喜 你不会后悔的 大天 你认真一点 我很认真 好 这个是你的工作室 高公子的行程都在电脑里 还有 这里面记录他的喜好 平时爱去哪里 还有 你的工作 大天 你的工作是帮他接电话 安排时间 秘书的工作还需要你教 当个秘书不就是当个花瓶 老板要去哪里就去到哪里 他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高公子的要求很高的 如果你达不到他的要求 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开除 还有 之前那几个都是被他赶走的 女人的工作会难得倒我吗 你去 不要再啰嗦 要不然被吵掉的人是你 你不要暴露身份 如果被他发现的话 我们就完蛋了 我这个样子 连我亲生妹妹都认不出我 还怕什么 也是 秘书 去 那你小心点 没问题 我啰嗦 这样睡觉 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不要啰嗦 不要啰嗦 真诚实话 你瞎瞎吗 你才开始工作 十三分钟 第十四分钟就躺着睡觉 很累吗 要不要回家休息 不是 我是在祈祷 祈祷这份工作 会一切顺利平平安安 你在懂什么 走啊 走近而已 你没有看我的血流吗 等一下 看清楚了吗 给我一点时间 很快的 好 那你慢慢看个狗 走 祈祁 不好意思 还在等什么 我婆婆走路都比你快 以后记得跟我买 所以这次应该没其他问题了吧 好 没了 所以我们会有酒店 然后我们去买酒店 整个主题公园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好 没问题 那我们先合约吧 还不拿出来 拿什么 合约 不好意思 新来的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自己看吧 我不懂哪一个 怎么样 环境不错吧 叫了好多吃的 还要慢慢地享受 谢谢 你说这里的食物不错的 是不错 我是这里的贵宾嘛 所以今天的套餐是特别为你安排的 肯定好吃 还有楼上的套房也很特别 有好多主题 浪漫的 梦幻的 卡通的 你喜欢的话 吃完后 我带你上去看一看 好可惜 我约了朋友吃火锅 还吃火锅 你知道脸上都出痘痘了 有吗 那里 有吗 布丁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该带的都没带来 要怎么和客户签来约 对不起 我新来的 抱歉 等着和你约个时间了 你要去哪里 厕所 给我坐下 坐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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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你在买我吗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上个厕所 这样的话 不如我们再来自己家里吧 那好吧 再联络 好 太棒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越来越大胆 跟老男人来这里 你看不出他想把你吃掉吗 你真的是有病 我说什么 关你什么事 你干吗跟着我 我不管 我要你跟我马上离开这 你肥心肥骨 你不要碰我 什么肥心肥骨 我是花花 她是谁 我是花花 我是花花 我是草草 我跟你说 你来最高的鞋 好 加油 我已经很快了 不过我要更快 加油 小姐 不好意思 你们那座还没有结账 刚才那个女的是谁 我不知道 等一下 怎么了 是不是头晕了 我回家 没事 你 没关系 我是这边的贵人 我楼上有间套房 不如我带你上去躺一下好不好 我回家 没事 有我在 我照顾你好不好 好 来 跟着我走 我要好好照顾你的 你好 痛死了 走快一点 走快一点 男人可以风流 但不可以吓了 那个女的 明明就是假正经 赶着我面前吊起来卖 还好你给我的秘密武器 我已经跑了半官 等她喝了之后 看她怎么抵挡我 对了 等成功之后 我再给你多一倍的钱 那我会这样 没关系 我是这边的贵人 我在楼上有一间套房 不如我带你上去躺一下吧 跟着我走 雪莉呢 帮我交租户车 我背很大 活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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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一个女人要懂得照顾自己 不然被人占便宜就后悔默契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那个臭男人竟然会那么下流 我们是在家委网站瑞士的 他跟我说 他的女儿刚刚过世 他很寂寞 很可怜 我是因为看他可怜 才答应陪他吃饭 安慰他的 我没有想到 他真的是连禽兽都不如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是 高公子 你该不会认为 我会为了赚钱去赔那个色鬼吧 我才不是这样的女人 你真诚意吗 差点被占便宜 还那么开心 我开心是因为你奋不顾身来救我 带我来看海 请我喝饮料 还那么关心我 你对我那么好 是不是想要追我 你觉得呢 如果你想要追我 我一定毫不犹豫地答应你的 很多女人都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如果每一个都追 那我岂不是很忙 还在等什么 上车吧 送你回家 谢谢 下车的 小明他怎么样了 他刚刚回我电话 说他已经在家了 没事 那他还有说什么吗 他还好吗 老板 再见 你跑去哪里了 是不是不想做这份工作了 这个问题应该是我问你才对 去一个厕所就消失 连电话都不接 真实话 你在乱骗我吗 你认为我应该向你汇报我的行踪吗 你的工作就是跟紧我 我去到哪里 你就跟到哪里 我叫你行 你就行 叫你勾 你就勾 明白吗 我对你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 其他的事我可以不计较 但是拿错合约 不专心 还把水倒在我身上 我就不能容忍 今天是我的第一天 知道我做得不够好 对不起 老板 对不起 以后我会更好的 最好是 没有第二次机会 老板 我家里已出了急事 我可不可以请半天假 第一天上班就有了说这么多事来 你还敢请半天假 没有 老板 你这里有 那是口红吗 原来你消失的时候我去约会 你只是做你的工作 少说话 多做事 帮我买一件T恤回来 还有 泡杯咖啡 小糖 白糖 走 鸡蛋糕 你以为你是谁 叫我做你做吗 看我以后怎么对付你 我只认为你两个都拿 这样你就赚道路 你把这杯给我 两杯咖啡 谢谢 谢谢 不配自己泡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你们助理应该做的 只要你帮我们泡 一不如喂我们喝 不算太过分 我不是你们的秘书 要喝 尽泡 杀你的鲜场 你摸我的屁股 不好意思 地方很小 你也看到了 不要小提大作 对 不小心摸到而已 不要那么小气 你们两个不要太过分 给你一个建议 要讨好我们老板很简单的 偶尔落落这里 偶尔落落大腿 搞不好年尾的花花比我们高 对 我们男的又不能落这边 更不能落那边 哪里可能像你们女儿一样幸运 轻轻松松 搞不好我愿得升职加薪 你们两个只会在这里吃女同事的豆腐 像八婆一样 讲女人的坏话 讲那些低级的笑话 难怪不能升职加薪 Greensbox 这块地皮的底层将发展成商场 三楼以上都是住宅区域 大家可以看一下手中的实际蓝图 还有 这个项目也将装置智能设备 打造一个更舒适 安全 还有节能的生活环境 这是我们公司近年来 最大规模的发展项目 公司非常重视 设计部已经和刘老板敲定整体的设计 接下来行销部就要开始准备推出市场 我建议延后Green Spark的发展计划 根据行销部的市场调查 买家的购买能力比前两个季度 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主要原因是经济不景气 实际上 你真正确吗 你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放下一个大好机会 不好好把握 如果现在推出市场 我怕 不管什么事到 市场都会有需求 能不能把楼卖出去 那就是行销部的责任 我们的团队一直都很努力 我的建议 也是为公司的利益着想 这里有谁不是为公司的利益着想 景气不好 事到差 你就应该想出能够适应买家的行销策略 而不是一味地把计划延后 你如果不能升任你的职位 我可以找人顶提 总之 Green Spark不可能延后 一个星期后 我要看到行销部的行销策略 上回 行销部的人手不够 能不能请多两个员工 我的意思是说 可不可以从其他部门 调两个人员过来帮忙 是吗 我倒觉得你的部门人员过剩 你应付不来 可能是跟你的领导能力有关吧 他载了 他在我身边的领导点 别人 您把这部门理下来 咱们 还好 不要 别人 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妹 你们干吗打扰我的美梦 小妹 你是不是去跟一个陌生男人出去 你们怎么知道的 你为什么要跟不认识的男人出去 这样很危险的 臭老三 他真的是大嘴巴 怕我当Sugar Baby的事告诉你们 Sugar Baby 小妹 你为什么跑去当Sugar Baby 你就不知道这样很吃亏的 你跟那个男人到底去了哪里 他有没有赚你便宜 没有 小妹 你不要再跟他联络了 这一次他没对你做什么 下一次就说不定了 不会 你们真的很夸张 我只是陪他吃饭 都没有陪他上床 你们紧张什么 没有上床就好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们 以后不要去当Sugar Baby了 老大现在不在 我不赚钱养活自己 能靠谁 我可以养你 不好意思 你现在赚的钱还比我少 怎么养 小妹 如果你想赚钱的话 就应该找一个震荡的工作 你以为找工作容易吗 我已经查过了 做一个侧妇 薪水又少 又要占一整天 做工厂呢 一个月薪水还不到一千块呢 不到一千块 够用吗 那Sugar Baby就不一样了 每天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有免费的大餐吃 又有钱赚 我一次还可以赚个六百块 很容易吧 不管这钱多好赚 我都不准你再做了 我不能忍受其他男人欺负你 现在老大不在 我更要保护好你 我还为老大不在 就没有人碎碎念了 其实当Sugar Baby 也没有像你们说得这么恐怖 偶尔遇到一些坏人 也没有关系 要不是这样 我也不会遇到我的白马公子 白马公子 他在关键时刻出现 英雄救美 把我从那个又臭又肥又老的 Sugar Daddy的魔掌中救出来 真是太帅 太美了 我从哪儿问好 我现在就邒着我 你做我想办的 我做什么 你不是一吃茶快吃 你真的吗 我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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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 他做什么 想要讨成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要跑步快 不如我们一起玩 一起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有走吗 没有 公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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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帮我 怎么突然心血来潮 想要下醇呢 我想要做蔬菜给我的白马公子吃 吃 你的白马公子是谁啊 你们才见过一次面 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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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啰嗦了 你的长官 虽然他救过你一次 不过你也不应该轻易相信陌生人 你就是这样 整天怕这个 怕那个 我只不过是想要报答他 总之 不准你再去当许哥宝贝了 我会再去找另外一份工作 如果你需要钱的话 我可以给你 好 等你有钱再说吧 你帮我看一下饭好了没有 饭 煮得太干了 寿司的米饭需要用珍珠米来煮 现在我们只能补救了 可以不住吗 当然可以 老婆 靠你了 没问题 崔姐 米大哥在吗 我打了很多通电话找他 他电话都没开 老大最近不会在家 我有几次要跟他商量 崔姐 老大出国了 有什么事可以跟我们说 是这样的 我决定把在国外的爸妈接回来住 所以需要收回这间房子 什么 你们可不可以一个星期内找地方搬 一个星期太短了 怎么这么突然 我爸身体不好 得尽快把他接回来 我前阵子一直都打电话给你大哥 可是就是找不到他 不好意思了 就这样说定了 下个星期我来收回房子 崔姐 拜拜 崔姐 等一下 不要 嗨 我来找高公子的 你有预约吗 没有 需要预约的吗 对不起 如果你没有预约 我不能让你进去 我是高公子的女朋友 不是要预约的 你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 如果你真的是他的女朋友 就叫他来接你吧 嗨 我是来面试的 等一下 讲得这么抱歉 配做高公子的员工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来找你的 可是你的员工他不让我进去 我们公司不是什么阿猫和狗 都可以进来的 可是我又不是小猫小狗 那我就可以进去了 高公子 你就让我陪你嘛 我今天一大早起床 做盆兔给你吃呢 很香的 你问问看 这个盆兔我就把你收下了 不用了 高公子 高公子很忙的 你就不要麻烦他了好吗 好 我带你进去 高公子 你尝尝 太棒了 是你自己做的 高公子 为什么你公司的安全地这么严 不让为人进来 这只要规矩 公司有很多机密档案 不是随便什么外人 都可以进来的 可是我又不是外人 你可不可以帮我弄一张 朋友交通 这样我就可以常常 做熟悉的电影吃了 怎么 你帮我这里当个电影了吗 朋友交通不可以 那工作交通可以了吧 我刚刚看到有人进来面试 他的长相会影响KF的形象的 你请我 我又比他美 怎么 你想进KF公子 好 你被录取了 真的吗 你好 你上次不是说人手不够吗 他下个星期就会来上班 我已经交到HR了 你好 我叫雪莉 你好 我叫果冻 果冻 就是很多味道的鸡 雪莉 你有从事行销的经验吗 我卖过泡泡茶算吗 其实我们两个见过面的 我也是4T的老板之一 你们上次公司节目的泡泡茶 就是我们4T的 我当然记得 太棒了 雪莉 那你以后要好好跟着她学习了 没问题 高公子 我有美貌又有才华 有我在 你们公司的业绩 一定会蒸蒸日上 更像一层楼的 进来 Mr Chu 那么晚了 还不回家 我这点方案 你先回去吧 明天见 好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对不起 吵醒你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工作是不是很忙 最近工作比较忙 你一忙起来就忘记吃饭 厨房里有你最喜欢喝的萝卜汤 我叫Yanny给你热一热 我们一起吃 不用 我吃过了 你还没吃吗 还没吃 我都应该是加班 我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我回来了 累不累 华非 肖子 一定饿坏了吧 我叫Yanny准备你要吃的东西 不用了 那么晚才回来 难道你不知道她有胃病吗 宇飞 不关国栋的事 是我自己要等她的 对不起 我赶方案 忘了时间 你自己工作效率低 没必要让她陪你几回二吧 宇飞 国栋对公司也是尽心尽力 你就不要太苛刻了 要不是因为你的关系 以她的能力能在公司混到现在吗 一家人有话好好说 谁跟她是一家人 这里是高家 他姓朱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那么厚颜的公司 宇飞 我知道你的心结还是放不下 做错事的是我 跟果冬是没有关系的 这么多年了 你可不可以放下你的偏见 解手她好不好 请问你是Mr Ng吗 我是来应征的 你就是他 中婷 跟我来吧 坐吧 坐吧 你有在餐厅打过工吗 有 这里的工作范围包括点餐 送食物饮料 说是碗碟 还有最重要 药会画画 你有与美术相关的问凭吗 我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 不过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所以懂得一些基本技术 我们这里有时候顾客非常多 忙起来的时候动作要快 而且还有很长时间无法坐下来休息 不知道你能不能胜任 我相信他可以的 Francis 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我在别的地方看过他做工 他很勤奋 而且反应很快 一定可以胜任的 原来你们是认识的 不算是 可是见过面 我认识你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听见你推荐别人 好吧 我就让你试半天 谢谢你 老板 请慢用 不知道应该不应该下手 你又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猜的 我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在天空用比较鲜艳的颜色 可是又害怕会破坏 整幅构图的平衡感 上色的时候不应该犹豫 应该凭自己的直觉 大胆一点 不如你给我一些建议 如果我是你 我会在天空上加上强烈的色系 但是拿捏他们的轻重 这样既能呈现出美感 也能有不同的层次 好吧 就听你的 今天真的谢谢你 老板才肯给我机会 接下来就要靠你自己了 等你的脚康复之后 一切都会没问题的 其实我 我的脚 我知道你的人很好 根本没有怪我 不过虽然只是小伤 我也会负责任的 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没想到你对黑话也有兴趣 还非常有天分 要不是你的指点 我想到现在 我还不知道要怎么下手 是你聪明 而且很有想法 我并没帮上什么忙 不如找一天 我们一起去画画 好 有没有搞错 这么短的时间 要他们搬 听钟婷说 房东也是有苦衷的 不过他们怎么去找新屋子 还有 他们身上肯定没有钱的 怎么去租房间 不如这样吧 让他们搬来这里住 我爸现在在马来西亚工作 短时间内他不会过来这里 这一来 你可以看着他们 你也会比较放心 好 你通知钟婷 对了 你现在已经成功得到KYF上班 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告诉你 你也听不懂了 那你动作快一点吧 我帮你制造假履历 是犯法的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怕被发现 你们女人就是这样 怕这个 怕那个 怎么做大事呢 我不只担心我自己 我也担心你好吗 如果被抓的话 我们两个都要坐牢的 乌鸦嘴 他怎么对付我 我就怎么对付他 他用老鼠来陷害我 我就让他的公司有老鼠 拍视频放上网 让全世界知道 泡泡茶的老鼠是在KYF调进去的 甚至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 这样就可以洗清Forty的罪名 你们看 有什么东西 怎么打不开 卡住了 这 天色变暗 时辰停留 情剧变化 还没罢休 这恐惧的心 你懂不懂 Girl I still love you Do you know 再一次握着我手 请别再离开我 不习惯你不在我的身旁 不习惯我独自走在街上 不太在意别人 看着我们什么夜光 你不在 我什么都不习惯 时间移植不了我的生活 我什么都不习惯你五 Wire 儿园